他碾压鲁之身 吓跑武松 上了梁山却沉迷美色 最后死得惨不忍睹 提及沉迷美色的梁山好汉 你会联想到谁 要知道 绝大多数好汉在上了梁山后 都脱离了四海 好比宋江 他一匕首捅死了颜婆夕 此后再也不碰女人 林冲也一样 他给林娘子写了一封修书 就此截然一身地度过余生 杨雄更是吃了女人的亏 他的妻子潘巧云和光头和尚有染 东窗事发后 杨雄刺死攀巧云后 也没有再去 不过 挨脚虎王英 却在上了梁山之后 洞房花竹 逍遥快活 原来宋江当年 路过清风寨的时候 被王英所扶 王英不知宋江的庐山真面目 还拿了一把锋利的匕首 要将宋江开膛破肚 用宋江的心肝做醒酒汤 得知 眼前这位黑汉 正是及时与宋江时 王英急忙跪拜 而宋江也深知投其所好 三打住家庄后 宋江先和护三娘一结金兰 然后满口仁义道德的 将护三娘许配给王英 护三娘乃女中豪杰 哪里会看得上 那又矮又猥琐的王英 只不过推不得宋江 这才和王英拜堂成亲 当然 王英武艺平凡 根本不是笔者所说的 那个能碾压鲁之身 武松的高手 这位沉迷女色的高手 到底是谁 他就是梅宇见张青 张青有意独门绝技 他投掷飞时 百发百中 曾连大梁山十五元战将 回顺梁山后 张青深得宋江的赏识 让他担任马军八票旗 兼先锋使 后在征讨田虎 辽国 方辣时屡见其功 张青的飞时 有多匪夷所思 鲁智深连他一个石子也接不住 原著里是这么写的 张青在马上喝声 招一石子正飞在鲁智深头上 打得鲜血泵流 往后便倒 张青军马一起呐喊 都抢将来 武松急停两口借刀 死去就回鲁智深 撇了梁车便走 你看鲁智深 可是梁山坡的步军头领 张青仅用一粒飞时 就打得鲁智深倒地不起 而武松是直接撇了梁车便走 将武松的仓皇而逃 展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 张青还用飞时 击败了金枪手徐宁 锦毛虎颜顺 百胜将寒涛 天目将彭己 丑郡马宣赞 双边忽颜拙 赤发鬼流淌 青面兽杨智 美然公诸童 茶翅虎雷横 大刀官胜 双枪将董平 其先锋所抄 可谓是所向披靡 战无不胜 有意思的是 自张青上了梁山 和穷英成婚后 这小子的武艺和智商 就有了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这也难怪 穷英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美女 原著里说 她是脸堆三月桃花 美嫂被春柳叶 张青成亲之后贪恋美女 不思进取 正所谓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张青如此荒废武艺 带上了战场之后 才后悔莫及 原来在征讨芳辣的时候 张青竟带着仅有一臂的董平 去和利天润 张涛厮杀 董平号称双枪将 如此痛失一臂的他 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 不过也没有关系 以张青投掷飞时的绝技 利天润 张涛也只能算两个 不入流的草包 可谁能想得到 张青放着独门绝技不用 非要和利天润比枪法 这不就是拿自己的短处 和别人的长处较量吗 张青更蠢的举动 还在后面 她一枪刺步重利天润 还将铁枪刺进了松树之中 怎么拔也拔不出来 说时迟那时快 利天润在背后 朝着张青一枪猛挺 竟只将张青红了一个透明窟窿 从原有的碾压卤制身 吓跑武松 到后来死得如此惨不忍睹 张青的死法 实是让人大敌眼镜 身为读者的我们只能认为 张青在成婚之后 太过于风华雪月 以至于那门飞时绝技 也无法随心所欲 这才战死沙场 死于非命 这个故事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必有一个女人 而每一个失败的男人背后 也站着一个或一群女人